我應該怎麼稱呼你 叫我分醫 其實我拍《幸惠視我》這部電影 主要是真的想拍攝 一個叫《認知障礙》 就是老人痴呆 為甚麼我會選這部電影 就是我媽媽的認知障礙 自己照顧了她也很久 希望推廣這部電影 令更多人知道這個病 亦鼓勵一些照顧者 因為照顧者一向都被忽略 你在哪裡 我不知道,這裡有很多地盤 分醫 動 我不知道為何劇本太遲 例如像遙控 真麻煩,給我救遙控吧 救遙控怎麼那麼新電視 因為遙控對我來說是一條癡 對我挺內疚 其實我知道她是認知障礙 她已經幾十年了 她沒辦法記到新事物 你換了一個新電視 她不懂,她就不懂 1加1是等於11 你為甚麼砍掉我的電視 我不是跟你說過 叫你不要弄我的事嗎 現在是否有問題 我特地買一部新電視給你 你又不看 救那部又大又阻碩 用來把鬼嗎 你喜歡看阿士嗎? 現在就看飽了她吧 這麼多劇本,我不記得 記過劇本有多難 1加1就是11 阿士是2 那次我發了很大的脾氣 我媽媽被我罵得是兇了 然後整個眼都是眼淚 然後她就告訴我,我真的記不住 記得就不記得了 你想不記得嗎 我拍攝的時候,她是有場戲 但我會跟導演溝通 我真的曾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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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我不能當自己的角色 加了她希望她做了我的角色 我當時對我媽媽的態度 或是我媽媽當時的懷屈 我想到你在這裡做甚麼 經常受理氣 你知道你有病嗎 我不是很介意有幾乳孫 我造型的時候 其實我也會跟導演溝通 我說不是,我媽媽在這個年紀的時候 她生病的時候 她的身形也是很瘦 但她有很大的肚腩 就為了一個肚腩 跟導演堅持了很久 她說肚腩,那你做肚腩會不會像大肚 總之我說好 我真的做型的時候 我自己衝到一間房間 捲了很多舌子 舌頭像我媽媽的小肚腩 不是圍腩,是小肚腩 然後做了那種老態的走出來 我說你覺得像是大肚腩嗎 是專家,我可以一張紙 加到十張紙 她不像是新導演 很開心 因為我知道她的寫劇本很厲害 但我不知道她在現場 她可以的功課是這麼足夠的 而且這麼壓長 我們真的很需要一個導演 是壓長的 她能處理每一部分的工作人員 都很好 所以這次聽到她有提名 其實很開心 你真的沒有進步 那裡是故事,你騙了我 對我來說,獎項其實很重要 人是希望有獎勵的 尤其是我是比較貪婪 別人去認同我、贊同我 我不捨不得丟下你在這裡 怕你一個人在這裡 死也沒人知道 你說一下而已,對吧 爸爸,你不要丟下我 我不想死也沒人知道 我第一次獎盃提名的時候 其實我拍攝那部電影 我爸爸就不在這裡 很沒辦法去分享我的戲劇 變成我第一次獲獎的時候 其實我爸爸剛剛過世無奈 我第二次獎獎獲獎的時候 其實是我自己剛剛病好 在再出來的時候 其實當你很久沒去拍戲 其實你會遭遇到一些人幫你 你會遭遇到一些人去踩你 其實這個情緒的感覺 令自己挺難受 我這次提名 剛好過世兩、三天,好嗎 我就收了提名 後選了 其實這些我會覺得很夢幻 為甚麼會發生甚麼事 為甚麼會這麼奇怪、這麼夢幻 三次都不是太開心的情形之下 第一次就是起飛會放在我爸爸那裡 獎會放在我爸爸那裡 其實我這次也有說過 假如我這次很幸運 我得到,我會把這個獎子放在媽媽那裡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